來 深圳議員 這種告法對嗎 我想他告的原因 當然因為這個條件說 對洪正營是相當有傷害的 因為如果有這個退選的條件的話 真的不用選下去了 假設這個存在 當然他提告 我不知道好像是說用意圖使人不當選來提告 這個的確有點要件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目前還不是候選人 其實胡中信所說的這些話是 他講的事實陳述是一回事 評論是一回事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到底是評論呢 還是說他去捏造一個不實的事實 所以他就提告的話 應該要告一般的誹謗罪 或一般民視上的侵權行為 他目前為止可能還不到 所謂的意圖使人不當選 等一下 他是準備選總統人 他連告的方式都出了問題 可能給他的建議 他的目的是告 要告以送指棒 就是你不要再講了 因為這個顯然 這個東西的消息出來 很多人評論他很多別的事 他都沒有告 這件為什麼要告 因為這些事情 像剛才我們講的 那個羅許基金會關係 應該要告 那個要告 那個如果被捏造的話 那照斷一看嗎 還是告報紙 這個因為胡中信 他可能有一定的所謂的社會公信力 他以前講過的話 因為他被阿扁告的事情 他可能也都有相關的結果 他可能有把握他才敢講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覺得洪秀柱來說 他當然會覺得很緊張 這是第一點 就是這個告 當然從法的角度來講 你當然應該告嘛 因為告才能夠表示所謂的事實出現 但是春行老師說這不是法律嘛 這是政治 你要用政治解決 但重點還是在於說 你告了之後 你希望得到什麼結果 但選前不太會有結果啦 對啊 以我們法院 以我們法院的進度來說 他要玩法律 迴避政治問題嘛 對 而且法院這種案子 可能都是擺到選後才要處理 所以其實效果不大 第二個反而是 真的要逼胡中信 胡大哥說 你到底是哪裡聽來的 我們講這難題 如果他沒有告我們 今天沒有這個議題 是啊 也就是說 他告完你可能就沒有議題了 因為告了法院不會處理 其實胡東信 胡大哥拋出來這個 就會有議題 這個議題已經講了一個月了 所以講一個月 那我覺得我剛剛聽火望老師講 那是部分同意火望老師講的話 你說你現在這個情況走到這邊 他經過一定的程序 推薦出來的候選人 已經經過提名了 你今天要怎麼怎麼去讓他去退 那除非我自己請辭嘛 這唯一的途徑 那你也不能說 你今天民調低 你就把它拉下來 那你就把你自己的程序 看著什麼呢 就看著垃圾 你不要的時候就丟掉 那如果說你換了一個人 又不行 你這不要的黨又換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情況 絕對不是一個 有品牌的政黨 應該要做的事情啦 重點是說 你現在就是怎麼樣糾合群力 譬如說補 剛剛老師講的沒有錯 我覺得今天的候選人 三位都沒有看到 他對於未來中華民國 對台灣如何經營的理想性 就宋先生也是一樣 我跟宋先生議員講 我過去投他四次 從他到現在投四次 基本上應該算是宋先生 很支持他的選民了 但是宋先生今天做一個老師傅 真的很支持 對 今天做一個老師傅 那他今天漏漏堂七頁 講他的宣言 我覺得很好 但是他也只是點出了問題 他應該就是說開一張藥單 一張紙就夠了 我已經老師傅40年的政治經驗 我希望我執政做下列三到四件事情 做完之後台灣可以脫胎換骨 我們希望有看到這樣的一個候選人存在 所以很可惜 今天這三位 好像都還離這一步還有點差距 所以現在還有點時間 對宋秀柱也好 宋謙也好 小英也罷 都有可能成為未來的候選人 小英特別是 所以為什麼 你今天講完就會被開除了吧 不會 不會 雖然國民黨言論尺度很寬 開除那五個之後就變寬了 特別是小英也是 他們說今天還被開除的第一個是我 不會啦 你開除的話 我就這樣我就掃交黨費 我開除華老師 我跟華老師一起 好 台北施鋼實在是非常巧妙的 把這個宋楚瑜移轉了 我們對洪秀柱的質疑 這轉得真是漂亮 來 補充一下 其實你看民進黨他的彈性 就是他也是有品牌的政黨嘛 他為了台北市長 他可以自己辦完初選之後 自己再決定要領料柯文哲 也就是說 你們講這個程序 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是你要不要做而已 就是說如果今天再做一個民調 侯秀柱的確就像火旺老師講 的確對國民黨的未來是沒有幫助的 你為什麼不能做處理 你可以訂出初選辦法 你就可以訂出下台辦法嗎 13.6 否則你說只要有品牌的政黨 就不能都不能做彈性 那調整 那為什麼民進黨彈性可以大到 讓柯文哲能夠當選台北市長 這是一個很好對比 三三議員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還沒有完成提名程序 那時候他們提出了亞文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沒有一個人願意說他要跟泛蘭一起做 除非今天宋先生說 OK 我現在我認為我還是個國民黨員 宋先生一直在講說 他對國民黨有多的有很多的茹目跟眷戀 那如果說他願意今天是再繼續這個國民黨 他願意跟洪秀柱做個提交 如果整合那情況又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就是其實我一直在為什麼強調道德勸說 結果你們到底為了什麼 你們是為了選舉 還是為了這個社會 如果為了社會覺得說 讓民進黨當選對臺灣不好 那你們就應該想辦法結合嘛 那其實我看到很多人其實為了選舉嘛 我我我我我搞不清楚為什麼那麼多愛選舉 我不懂 如果存在的價值不是為了人民做點什麼 當政治人物要幹嘛 只有被人家臭罵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樣活得有意義嗎 我們我們念哲學常常告訴 人生閉著眼鏡 我常常選人講說你比我年輕 不一定比我完死 人生下來就要等待死亡 真的 那你到底活著要幹嘛 如果想清楚就覺得很多政治人物 很多政治的作為 讓我覺得我不但瞧不起他們 覺得他很有幼稚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各種算計 到底在算計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如果國民黨或親民黨 能夠想這件事情說我們是藍軍 那藍軍跟綠軍是不一樣的 把你不一樣抖出來 那應該是團結才對嘛 那如果你們都是我要選 他也要選 那我絕對不 我絕對不辭 像活秀樹現在講法 就是說我絕對不退 退得都沒都沒面子 為了面子 為了一個人面子 可以讓所有理想 全部擺在下面 這樣政治的問題 其實我也看多了 我也不敢期待活秀樹有什麼 我一天上次講道德勸說 但是但我想他大概覺得 他自己很厲害 那他這一生就這麼精采 能夠選過總統 如果這樣的話 那這藍軍真的會正當倫敵 真的 真的黃老師講得非常有道理 難道就是為了讓自己覺得 有選過總統嗎 我用問號 因為現在會告人的 要真的離他遠一點點 可是這個新英文的封面故事 就是說 早就已經寄望到什麼東西 這是新英文一篇文章 契助保立委 這是大家的想法 我剛才修出來這個就是我們這位資深的國民黨這個立法委員林玉芳也說你這個總統這個主席真的 喬喬喬喬喬喬們也都講一大堆 代表國民黨放棄屏東 他那應該是第一選區 屏東的海線那個選區 就代表放棄了 因為那個地方 其實以國民黨目前來講 只有蘇清泉大概稍微有點實力 可以跟莊瑞雄一比 因為他選過 對 他選過 所以他是東港醫院的院長 對對 沒錯 所以本來就他有點實力 他是有點實力的人 可是你如果 東港醫院在當地是 屏東最大的醫院 你如果不選的話 他們現在是要拱那個黃昭展 那黃昭展不會被選民接受 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是臺聯的 後來去年在以民進黨員的身份 跟莊瑞雄選初選 選輸了之後 現在到國民黨去選立委 這個選民不會接受 他是國民黨員嗎 如果如果徵召他就可以 目前還不是 如果徵召了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民 絕對不會接受黃昭展 雖然我我跟他也算熟 可是當國民黨這麼容易 那被開除也沒什麼關係 你這樣的 你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行為 你說臺聯到民進黨 大家也許還有這個政治光譜類似 勉強大家可以接受 那突然你去年初選選輸了 然後今年要跳要用五黨籍 然後國民黨去支持你去選立委 這個對莊瑞雄來講 不造成任何威脅 可是我覺得這個現象 其實站在民進黨的角度 當然覺得雲林以南全贏了 左手心以南全贏 可是站在臺灣長期民主發展的角度 我認為這都不健康 北部也一樣不健康 北部都是藍的 南部都是綠的 不好 真的不好 南部有沒有支持國民黨選民 有 北部有沒有支持民進黨選民 有 臺北市兩百七十萬市民 難道只有只有一席姚文治嗎 覺得支持支持民進黨選民 絕對不是只有姚文治那些票 所以這長期來講都不健康 當然這個可能就牽涉到以後 整個選制要怎麼改變 選制的問題 對選制的要怎麼改變 怎麼樣讓這個民意能夠如實的反映 在國會議員的席次上面 但是我要回過頭來講一下 這個洪秀柱的問題 基本上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有沒有人想讓洪秀柱下來 有 但是呢 那個不是基於說 我換誰總統就會贏 我覺得國民黨裡面 現在有資格選總統的人 夠格選總統的人 大概不會天真到以為 我換洪秀柱我就會贏蔡英文 因為時間是一個最大的敵人 你只剩五個月 蔡英文已經準備四年了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能不能搶救立委選金 這個部分我是同意 黃黃老師剛剛講的 洪秀柱顯然是帶不動立委 那誰可以帶 國民黨看起來只有吳敦義 當然王金平也很好 可是王金平的因素比較複雜 因為卡在一個馬英九 馬英九只要不點頭 王金平是一定沒機會的 吳敦義是可以帶立委的選情 可是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說 選舉過的人都知道 選輸一次傷害一次 你不要講選輸沒有傷 選輸對候選人來講是 是很大的傷害 雖然你明知 大多數人不會怪你 會說這個本來就沒贏 你選輸後非戰之罪 可是選輸還是會造成傷害 那現在國民黨裡面 有沒有人 夠資格選總統的人 有能力帶起立委選情 他願意犧牲說 我選總統 選輸沒關係 但是我把立委選情帶起來 有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犧牲 我不知道 目前看起來顯然 好像沒有看到 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犧牲 所以洪秀柱會不會下來 他個人主觀 我認為他 他不會想退選 那如果他個人主觀不退選 你根本沒辦法逼他下來嗎 你拿什麼方法逼他下來 因為這個胡仲勳講的事情我無法判斷真偉 可是他在描述的是一個叫做搓原子湯的行為 因為利益交換就是搓原子湯 他在描述的是一個搓原子湯的行為 當然現在因為還沒有還不是候選人身份 還可能沒有還沒有觸法的問題 要不然你如果已經登記變成候選人 搓原子湯是違反選霸法的 那是犯法的事情 那不是說你答應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傳言 那當然洪秀柱自己要去思考 為什麼其他的 我們不要講其他黨 國民黨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有總統直選以來 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你現在這種情況 就是被提名之後 突然黨內有人傳說要把你換掉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民調 而且天天談 對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民調拉不起來 我覺得最早談的是火旺老師 只是他最早叫洪秀柱退選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民調拉不起來 我都道德勸說 今天如果洪秀柱的民調是39% 還會有人叫他下來 不會了啦 通通靠在他旁邊 小季都自己靠過來了 還沒初選那個30門檻 我就已經講了 對啊 我記得你是最早講的沒錯 所以 所以人家電視直接就批判你了 打電話來之後 火老師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洪秀柱自己要去思考 是要把他抓強 你的民調為什麼那麼差 差到你黨內對你都沒信心 那黨內對你沒信心 這一局不要講總統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大多數人 甚至我的研判 包括黨主席朱立倫 他在看的是立委 你立委不能整個被拖垮 你拖垮的話 那國民黨真的 對國民黨來講 整個國民黨大概就毀掉一半了 這樣子嗎 宜經委員你在南部看立法委員的選舉 你是南北在跑 現在有個說法是 這個蘇清泉如果不選 那于寧縣以南 就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 因為蘇清好歹也是 屏東最大的東港醫院的院長 好了 現在民進黨內部估計 立法席次會過半 真的嗎 還是太有自信 現在這個訊息 是最近這 應該這一個禮拜 吵得最熱的消息 所以民進黨最後是怎麼樣 爭取新北市四席出席 國民黨在南南五席 恐怕一席都出不去 那這樣子對蔡英文的選期是加分 還是恐怕這個消息不斷傳 就說蔡英文躺著選 我們沒有人躺著選 真的我們每一個 我到今天為止還是一樣 平均七點出門 十點到家 每天工作超過15小時 我相信 每天工作超過15個小時 我們進了廣告 聽聽我們宜經委員選舉的乾顧攤 一定比我還更長 來我們先進口廣告 好